新加坡又叫老師的榜攤 那時候我媽還在偷聽我們面試 因為我們面試是線上面試 怎麼會給自己有興 跟家人溝通說你要過來 就是我覺得這邊的新水 真的是給比台灣好 哈囉我是Windy 嗨我是Armina 今天要來訪問一下 進行一個新加坡又叫老師的榜攤 這次呢邀請到了我的助理老師 他來自台灣 然後我又準備了一些問題要來訪問他 為什麼會想要來新加坡當又叫老師 要加實習的時間嗎 要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年又四個月 一年又四個月 所以你是從台灣來新加坡 先當實習老師嗎 對現在當半年的實習生 然後之後就 半年之後就繼續留在學校 對啊 但我是去不同間很小 那是公司留你的嗎 還是你自己選擇 沒有我個人就是自己留下來 直接去講說我可以留下來嗎 這樣然後我們就說我可以啊 可以是可以跟公司要求說你要留下來 哇我第一次聽到 我也會想 因為我那一年就是直接是畢業 就是應屆畢業生 所以我們學校也有問我們 會不會想要留在新加坡 就他們想要 就是你剛畢業他們都會有一個問答 叫做 就是 就是實際工作之後的那種 就是問你說你現在在哪間園所工作啊 你是不是畢業後 真的還是從事 又叫做工作 然後我就說 喔我會直接留在這間園所這樣子 實習前我就已經想好了 因為我 實習結束回台灣後已經是七月底 然後加上那時候要隔離 所以再加一個禮拜 所以我真的回台灣拿畢業證書 已經是八月的事情 但是我們六月就畢業了 其實我還沒有結束實習的時候 就一定想好 要留下來 然後什麼時候要再回新加坡工作 你是先自己有規劃 然後再去跟公司要求說 你想要留下來這樣 是的 然後公司就回覆你說可以繼續留下來 很樂意我一起留下來 加入這個行李 讚讚喔 如果你是實習生的話 你也是可以爭取跟公司說 你要繼續留下來這邊當六教老師 所以你們學校是有說可以海外實習 來新加坡的選項 我們就是每年 好像每年都是有四五個名額 但是我們那一年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那一年疫情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想要來 而且疫情它開放的海外名額又更少 所以我們那年是兩個名額 不然一般好像都會有四五個名額 只有新加坡這個選項嗎 有其他的國家 還有另外一個選項是中國 可是也是要看這邊的一些政策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出入境 有什麼好像是 就是有很多什麼健康 還是什麼出入境的疑慮啊 你又要換成什麼通行 通行證 因為每個 好像你換每個地方都要測那個檢測 我沒有具體了解 但是他們就是有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的那一年是沒有中國這個選項 我不確定最後的學弟妹有沒有機會 所以你是透過實習進來新加坡 當然因為我叫老師的 是的 因為有蠻多台灣的幼教老師私訊 我說 誒是有什麼環道可以進來當幼教老師 如果你也想要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的話呢 可以通過下面留言 或者是下面的結論方式私訊 就會幫你回覆喔 我那時候有一個很強烈的動機 就是我真的很想把英文學好 沒有什麼環境講英文 除非你自己在花錢去上英文課 或者是去 你自己去花時間去聽一些英文口說的東西 或者是你真的是去外面突襲 我們本來就大環境就是都是只是講華文這樣 就是我覺得這樣子 一是朋友會覺得你很奇怪 然後二是我覺得我英文真的太爛了 因為我那時候考多義 我考不過我的那個標準分 我想說就是大家猜 就是那個分數其實很低 大家猜都可以猜得過 但是我猜不過 我猜兩次我都沒有猜過 然後我就覺得 想說英文那麼爛 就是我也想到這個 我覺得我真的還蠻勇敢的 因為我連英文的多義分數我都猜不過 然後我還敢來新加坡 當然在新加坡你可以講華文啦 而且來當華文老師主要也是講華文 只是你也是要具備一點點的英文 聽力在來 會更好的補助你工作上面的需求 因為有一些家長他們可能低語言還是英語 所以你會一點英語對你來說也是更好 你來新加坡之後你的英文有進步嗎 有嗎 有我覺得進步耶 就是因為有時候會遇到 需要用英文溝通的家長 然後他是不明白怎麼講華語的 這時候呢 我的老師呢 就會去查 然後去詢問英文老師怎麼講 然後去嘗試的去跟家長做溝通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就會進步 一定會進步啦 不可能不進步 不管是口說還是聽力 一定都會有進步 只要你多聽英文一定會有進步 只是你覺得你自己給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你可以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像那時候我連1月到12月我都背不出來 然後我就跟著那個小朋友去唱那個月份的英文歌 對對對 然後我就自己用唱歌的方式把它記起來 就我覺得我都可以 就是基本上大家應該都可以 然後你自己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 而且以前有這樣變得有趣很多 如果你是從台灣來新加坡 你的英文沒有很好的話 或者是你擔心你的英文沒有辦法進行交流的話 你是可以來這邊學習 就有時候也是會跟孩子啊 或者是跟英文老師溝通的時候 也是可以詢問他們怎麼講英文 讓自己的英文更進步 很多人會害怕我擔心啊 你怎麼會說服自己 或者是給自己勇氣 然後跟家人溝通說你要過來 從高中就開始讀幼寡 高中讀三年 大學又讀四年 我讀了七年幼寡 我想要看看我的能力是不是就是 海外的國家也會想要用的 所以我就想說抱著去面試看看 如果你以後出社會 你也是要去面試 去看看說 誒 可能他就會講說 我覺得你的能力怎麼樣怎麼樣 上了之後 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個男生 他也有上 但是我們原本名額是三個 可是後來又不知道什麼又變兩個 我上 然後 我上了又不去 好像又也是 蠻不尊重這個機會的 就覺得說 我也 我覺得我也準備好了啦 重點是我覺得 我也準備好了 然後我就去了 那時候我媽還偷聽我面試 因為我們面試是線上面試 我就 我已經跟他說 等一下不要開房間門 我要面試 我要看東西什麼的 他還是偷偷打開門 然後這樣一直看我在住什麼 吃完之後他就說 哦那去新加坡 他就笑得很開心 他就說 你要去媽媽支持你哦 媽其實蠻支持我的這樣 我想說OK啦 在台灣也是學習 去新加坡也是學習 那 我們就去一個有挑戰一點的地方 重點是 要去不容易耶 說實話 你如果也是等你畢業後自己去 你要 什麼都要自己來 可是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交界老師 他就是 很好 什麼住宿也幫我們找啊 然後也幫我們辦信用卡 然後又 幫我們跟房東談 台灣的老師 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黑俠的人 這些就是 也會帶 他還教我們怎麼去搭地鐵 跟做工的時候 就是 都有教我們 然後 也會就是 定期跟學校回報 或者是有什麼回饋 也是可以透過老師去 協助我們 這樣 我覺得 哦 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因為 也有很多人幫助 他們都是會學得到我們大學的 只是那一年是因為疫情 所以他們才用線上面試 你就各自在家裡 然後跟他面試 你還蠻順利的 就是面試完過後 然後你爸媽家人都是支持 對 我沒有遇到什麼 太 太誇張的 就是 做腦 如果我現在不來 我也不希望我後悔 如果以後 30歲之後 我還想來 我可能沒有那個勇氣 或者是我可能覺得 欸 我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應該要做一份工作 存錢 買房 買車 撤了那股勁 然後就可以來 也不是說年紀比較大了 我就不可以來 讓大家來追問 讓每個環境都會有挑戰和困難 一你要去認識每個班 不同老師的個性 因為剛來的時候是跑班老師嘛 你沒有自己的班 你去每個班 大家大概知道現在 要怎麼協助這個老師 比如說這個老師 他對小孩子是很嚴格的 他不喜歡你餵他的小孩 他不喜歡你跟那個小孩講別字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你太從小孩 那你就是要跟著 你就是要每個班有不同模式 可是那一個班的老師 可能不喜歡你 對他們班的小孩太嚴格 他覺得 喔 快樂 什麼成長 就是你要先去了解老師的個模式 然後你去協助這個班 然後跟著老師有共同的目標 去協助小孩 不要說你太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搞到 然後小朋友到最後就覺得 OK 我不用很遵用這個老師 因為他很隨便啊 然後我們怎麼樣都可以 就是你也要建立好 跟小朋友之間的關係 然後也要好好的去協助老師 我覺得剛開始就有點難 因為我不太知道 每個班老師的個性 覺得說 欸 我在這一班會不會太嚴格 欸 我這樣做會不會太過啊 因為我太懶散 會不會好像 老師沒有看到我的努力啊 對 但是時間久了 知道說模式什麼 有很多東西你真的要花時間去磨 不是說你想要做好 就可以馬上做 那你們最終怎麼去找到這個平衡 一定要先觀察老師在做什麼 然後其實大概你去 第二天第三天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班 到底是什麼樣的 中午如果老師有時間跟老師聊天 可以直接問 老師你會覺得 我今天這樣子做什麼什麼 怎麼樣怎麼樣嗎 他做OK 或者是 我覺得你這樣子做的是 我非常認同 或者是有的老師他會直接說 我覺得你可以就是用你的想法去做 我們班有很大的空間 就是不一定 每個老師會直接跟你說你該自己做 會給你一點空間 當然這樣的班級 去幫忙的老師也會覺得 我可以比較明白 就是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做我這樣 就是我覺得這邊的心血 真的是給你台灣的大方 你生病 你也可以時間調適一下自己的身體 覺得大概講一下我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這邊 真的是很尊重小孩子的學習 很尊重小孩子的成長 然後 不同的老師也不會規定 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都會給你一定的空間 去協助孩子 就是不會很客視化 就覺得說 OK 我們今天就是要你把這個字 馬上學會 不會 你可以有 你可以去改你的課程 做比較久的老師 也會去給新的老師 一些建議跟幫助 你可能有更多機會去學到你 原本你不知道你自己 可以去改進的地方 比如說說話技巧 還有跟家長溝通的能力 或者是你怎麼去引導孩子 出社會之後 你就真的更懂得要怎麼去包裝一下你要講話 要避免那些容言罪字啊 不然看你的文書的人會看得很清楚 開始上班之後也可以更加理解 就是只是需要照顧小朋友 你其實也是要顧慮到家長的感受 這其實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更圓滑的話去講 然後也就是要鼓勵小孩跟家長 每個小朋友本來就都是不一樣的 說話技巧要去改 然後也要更理解 每個家長他們 去跟他們講 可以發揮最好的效果 我到現在都覺得 還是要很學習的地方 你有什麼經驗 或者是想分享給 也想要從海外來新加坡的幼教老師 比如說 租屋上面啊 或者是來新加坡 各園需要一些 條件 一些具備的能力 保持善良 善良很重要 因為當你今天是善良的 你吸引到我朋友就很會善良 保持一個善良心 然後去看不同的角度 我覺得會 對你自己很有幫助 主動一點 主動不會錯 你就問老師 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啊老師 我剛好像有什麼沒有幫忙到 現在這個時間 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通常你只要補上這句話 補上你前面 可能你當下也在忙別的事情 沒有幫忙到 或什麼的老師 對你的評價應該都會時候 他有願意就是幫忙這個班子 我覺得這句話還蠻管用的 就去觀察一下老師在做什麼啊 就是 不是只是把注意力 放在小朋友身上 也要懂這個班的氛圍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可以跟老師達成一致 你在做事情上面 就可以更好的去協助到這個盤子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樣 馬上做一個很好的協助 方便分享一下 你是幾歲 然後從台灣來新加坡 當六教老師嗎 我現在23 然後我是22歲的時候來的 非常勇敢 沒有大學畢業就來新加坡 就是有機會就可以有一個 新的體驗也不錯 不管這個體驗是好是壞 你可能因為這一段時間的這個經歷 你可能就會跟別人 一點點的不一樣 說不定 這也會協助你之後 在其他元素有不一樣的見解 分享給小朋友 或是你的同事 這樣也是一個蠻好的體驗 非常感謝這次亞瑞娜 跟我們分享 你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的經驗 這個頻道是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 還有一些新加坡的幼教 如果你對這個頻道有興趣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我是Yarina 就是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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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助理老師 很強氣喔 哈哈哈哈 讓我笑一下 嗨我是Yarina Yarina是誰 我自己幫我自己取的英文名字 她們不叫Yarina的嗎 你不懂嗎 Wendy 欸妳很沒有良心耶 Miss Mary都知道我叫Yarina 妳不知道 Yarina是誰幫妳取 我自己取的 因為我自己上網找了現成的 好 欸有現成的幹嘛不用 放花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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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